一輛貨櫃車衝上人行道失控殺不住 直接衝進民宅內 瞬間揚起大量塵土 35噸重的貨櫃車疑似操作不慎 整輛車撞毀民宅大門 連遠方的監視器都在晃動 可見撞擊力道有多大 照示駕駛表情惶恐不發抑禦 被醫護人員帶上救護車 遠景景酒測後酒測值為0 但突如其來的撞擊聲 嚇壞還在睡夢中的住戶 事發在新莊化成路 14號凌晨3點多 當時駕駛從公司出來 結果撞壞10噸 水泥散落現場相當凌亂 車頭凹陷擋風玻璃碎裂 駕駛受到輕傷 還一度受困車內 而無辜遭殃的民宅 鐵門也掀開全毀 因為我不住這裡 我們家裡靠電話 我過來看 車輪 清潰的輪廁車都撞掉了 當時駕駛在這裡裝完貨 結果要出貨的時候 一個左轉撞到10噸 接著一路衝撞民宅 物流業者表示 會全力將被撞壞的民宅復原 但到底是駕駛操作不慎 還是貨櫃車故障 警方還有待釐清 幸好這回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不然這樣的撞擊力道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林俊峰林俊新北報導